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又有一个移民潮悄悄地向我们给席卷过来 我有好多朋友就那种已经好久不联系的 最近都开始联系我问一些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你有发现这个事情吗 你有没有朋友最近跟你联系想要移民或者出来的意思 有啊 最近真的是有好多朋友就是不间断地开始联系我 然后再问我这边移民政策呀 问我这边生活到底怎么样啊 原因很明显嘛 这一波的移民潮肯定是跟这个疫情有关系嘛 对 因为你看其实我已经出来十几年了 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有看到之前应该大概有三波这样的移民潮 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关注过这个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第一波呢大概就是刚确认了那个香港要回归中国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就有非常多的香港地方的居民 就想的可能是不太确定嘛 未来是怎么样 然后就会移民到加拿大甚至到全世界去 这个时候其实奠定了加拿大他们说的中 中餐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然后第二波呢 第二波其实也特别多 最近我看那个张兰的那个直播嘛 他说哎呀我的第一桶金是在加拿大赚的干干净净的 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大概可能2000年之前的时候 他们正他们不太满足于国内的那种现状嘛 就要出来国外去淘金去赚钱 然后就那是第二波 然后第三波可能就和我出来的那会差不多 大概就是2000年到2010年15年的那会 可能就是父母在改革开放中也差不多挣了一些钱 然后开始支援他们的儿女出来要去接受更好的教育啊 去看外面的风景啊 这样这样子 这是我之前看到的三波移民潮这样子 然后现在又来了这一波又是我们在亲身经历 嗯 我也经历过你说的那个就是 我因为我是09年10年去的巴黎嘛 那会可能就是为了留学看看外面的世界 其实很简单哈 然后这一波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挺不明朗的 就是很多人可能是出于这种恐惧哈 然后没有想到很明白 然后突然就说啊我也要走了哈 大多年轻人是想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因 我们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 包括现在旁边的人想要移民的好像都是中年人哈 没错 没错 这次是中年人居多 没错 然后他们的原因就开始复杂起来了 比如说在国内没有发展空间了 想要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这是一个原因哈 另外一个比如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国内那种压力很大嘛 但是国外呢相对来说就是生活啊工作可以稍微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平衡 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当时移民加拿大也是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希望他们能够享受一种比较轻松的西方的这种文化吧 我还突然想到一个我身边的朋友 当时真的是一个听起来也许不那么serious 但是真的是很看重那个原因 就是他是在北京雾霾最严重的那几年移民的 大概我想就是151617年的那个时候 因为他那时候刚生了宝宝嘛 他是来国外生的宝宝 生了宝宝之后没有想在国外留 然后就回去 结果那就遇到了当时中国雾霾最严重的那两年 然后在家待了一个冬天 咬咬牙说那还是出去吧 我其实还观察到另外一种移民 其实还是挺多的 就是有些人可能自己他都没有意识到 但实际上他单纯的就是为了攀比 比如说看到你移民了 然后呢我也有条件移民 所以我也要移民 这证人数也是有的 提到的那种攀比我觉得就太逗了 他其实这移民现在给我感觉像一种 就要买一个包你知道吗 女生就是你有那我也得有 我也不知道我需不需要或者干不干啥 反正我时不时背出来 就会让我感到挺欣喜的 反正我也得有这个东西 是这种感觉 没错 刚才我们其实讲了好多种移民的原因 这段时间很多朋友来问我 咨询我嘛 说移民的这种生活 其实我经常会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移民 我发现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说 移民之后 他们要面对的是怎么样的生活 或者是处在一个信息检防中 对移民之后的生活它是有一个偏差的理解的 或者是有一个误解的 没错 你说到一个词 信息检防 其实你说现在在我们信息 就是如此现代化 如此发达 各种自媒体官媒都如此发达的现在 你觉得我们的信息检防是扩大了呢 还是缩小了呢 我甚至感觉是缩小了呢 因为现在他这个大数据的算法呀 真的是要把人给玩死了 你越看什么他越会给你推送 去印证你想法的东西 然后你越看越觉得 哎我这想法是真对 我这想法是真的是对的 你就不会再去看外面的世界了 就像以前有个心理学家说的 就说你要的真相 只是你心理想象中的真相而已 是不是 没错 所以当他们问我说 我在这边生活怎么样的时候 其实我挺害怕回答的 你知道就我们上次双城记那个播客 我也讲过 就是城市它没有好不好 只有合不合适 比如说像他的这个生活 对我来说真的我很喜欢 但是这是只是针对我的个人情况来说 当我把我这种喜欢的这种状态情绪 传递给他的时候 其实我是给他造了一个一个检防 对吗 但我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 他的个人的状态是怎么样 那当他吸收了我的这些信息之后 然后呢 报纸纯粹是我的观点 然后去来到这边生活 它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落差 或者是说觉得这个情况 跟我描写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 是这样的 就像刚才你说的 说你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们所喜欢的一个东西 露出来的一个表象 其实已经是冰山上海面的一部分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沉在下面看不到的 举个例子 以我对你的了解来说 其实你才出来三年 但是你以前在中国旅居过很多的城市 然后你还在巴黎待过 怎么说呢 就是我能想象到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愿意拥抱新生活 新变化 不害怕 从头来的那些人 但是比如说来问你的朋友 他可能不会太在意你的过往 他只会看到你说 现在在加拿大活挺不错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他其实如果没有下面的那个积淀 他很难达到同样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是当他们向我咨询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讲我的情况 以及我的感受 但我会跟他们说 你要多去咨询一些人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然后我还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移民的原因 有处于恐惧 对吧 就现状的恐惧 还有一种是处于热爱 这个热爱是什么呢 就我旁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就是他不是因为恐惧 他是因为有了比较之后 比较喜欢 他自己心里明白 自己喜欢哪种生活方式 他自己喜欢哪种环境 他喜欢这个东西 他来了之后 不管碰到什么困难 他都会去克服 说实话 别人再描写更多的东西 套用到每个人身上 应该都是不同的 你没有这种看山开山 看神杀神的这种态度 来到外面 其实是挺难熬的 因为即便像我 我就是一个所谓的 靠热爱出来的这个人 看到的很多的困难 还是经常会把我打趴下 我是想分享一下 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博士 他是对文化冲击 进行了四阶段的一个周期礼物 第一阶段就是新兴期 新兴期就是 完全就是游客形态 因为你来之后 什么都不知道 对吧 就会什么都很有趣 什么都很兴奋 然后完了之后 可能一两个月时间 你就会进入失落期 这失落期就是 游客形态已经结束了 然后新兴感也已经过去了 然后就发现 好像真实生活也不过如此 然后再后面 经历个三四个月 你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 就是低潮期 看不惯啊 不习惯啊 开始赤裸裸地 发现出来 你要找房子 你要找工作 要为子女找学校 各种难题 就开始一下子 涌到你的面前来了 就是在这个低潮期 其实是最容易回流的时候 在低潮期的时候 很多人他会怀念 自己以前在国内 辩解的生活方式 然后会怀念 你所拥有的那种权势啊 地位啊 以及在国内的人爱 然后这边 之后呢 就会发现 哎呀 原来这个一落千战的 这种反差 会让他觉得 特别沮丧混乱 然后甚至就产生后悔 然后就开始啊 在想要不要达到恢复 对吧 第三阶段是最难熬的时候 然后最后就是 第四阶段 恢复期 是经过半年的过渡之后 前面剧烈的波动 开始趋向平缓 有些移民他心态调整之后呢 就会适应这个新的生活 新的文化 然后有些移民他可能就是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开始回流 没错 其实这个第三阶段的长短 完全取决于你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放到下期去聊一聊 就是说 当你要拥抱一种新生活 需要具备怎么样的一种心态 但是其实有的人 其实在这边待了很久 很短 就回去 我挺为他们感到遗憾的 那种感觉就像是 你谈一个恋爱 你没有好好的去了解到对方 其实那个人挺不错的 你只了解到他脾气不好的时候 你就跟他分手了 好了 那么这一期关于移民的原因 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下一期呢 我们会一起聊一下 在我们的观察中 哪些人是比较适合移民的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 好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和我们的播客同步推出的 还有我们公众号的文章观点的总结 也欢迎大家去到公众号 Mrs.Story里 跟我们互动玩耍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